继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这个月初访问台湾之后 中共是展开了一连串的围台军演 而在台海情势紧张之际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马基 也率领了四位跨党派众议员访问团 在昨天晚间抵台访问两天 这一次的访团 它是筹组横跨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两党 成员都来自于外交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 四季委员会等非常重要的委员会 在中国持续升高去紧张情势的时候 美国国会再度的筹组重量级的 国会参议院跟众议院的访团来台湾 再彰显了美方无畏中国威吓 恐吓我方的有我情谊 并且同时彰显美国对台湾的强烈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标